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支付区实证和孤立雄 2020银行竞争将相当激烈 智慧传播导入远距医疗 台船中华电等四方合作 自策会工业检测方案或亚太资通讯科技赛金牌 本土咖啡品牌KAMA明年首季进军东南亚 来关心台股 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商传出乐观消息 激励美股走洋创高 也带动台股今天早盘上涨46点开出 重回11600点大关 台面由被动元件PCB等族群领军 法人表示MSCI最新一季的权重调整 将在今天盘后生效 台股遭调降权重且调幅近年最大 市场估台股可能被动流出近500亿元的资金 建议投资人需留意先前涨多 全职股可能面临获利了结卖压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澳洲西太平洋银行上周被爆出澳洲史上最大洗钱丑闻 被指控违反洗钱法规2300万次 西太平洋银行25日宣布执行长哈泽尔将辞职 董事长马斯泰德也将提前退休 苹果计划扩大在印度生产iPhone 而印度当局透露苹果将扩大其印度业务 苹果供应商喜和康将在印度青奈附近的工厂生产零部件 该公司将在未来五年内投入200亿卢比 月薪台币85亿元 联发科工5G不仅要研发适用于笔电的5G数据基金片 并宣布与英特尔合作 推出适用于笔电的5G解决方案 戴尔惠普有望采用 将于2021年初正式推出5G笔电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26日宣布 德国领导大厂福斯汽车正式成为SEMI的一员 福斯汽车将可利用SEMI开发国际标准 与经营全球技术发展路径所提供的各项产业服务 并透过SEMI全球平台 推行跨供应链的产业一致性 新唐人雅海电视整理报道 Google助理繁体中文版去年10月上线 市场高度瞩目下 周二Google正在台湾发表 第一款会说中文的i智慧音箱 联手电信业者 号称轻松打造智慧居家生活 也代表中文智慧语音的声控市场 将有全新变化 这不只是Google产品首度在台湾推出 同时也是说中文的Google助理 第一次出现在智慧音箱装置中 Google旗家智慧音箱 Netmini正式登台开卖 更是首次开口说起繁体中文 亲切的回应靠的是Google中文助理 庞大资料库 内建360度环绕音效 三个远距离扬声器 不光播放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这个 用声控方式让居家环境 瞬间升级智慧家庭 智慧音箱相容三千款智慧装置 启动扫地机器人不用动手 以后通通用说的 也让电信业看准 直播商机 用户的客厅 它可以用Google的智慧音箱 去控制它的电视 那未来还会去控制 我们生态系的各种智慧家电 销量方面的话 我们认为在明年的话 应该可以有 至少有几十万的消费者 有机会来这个 在家里安装这样的智慧音箱 智慧音箱在全球掀起风潮 透过声控就能轻松播放音乐 市场潜力更是不容小觑 Candles最新调查指出 2019年第三季 全球智慧音箱市场 较去年同期成长了百分之四四 出货量高达两千八百六十万台 市占最高的亚马逊 就出货一千零四十万台 其他还有阿里巴巴 百度小米 Google则是排名第四 市占百分之十二点三 但是如果口语 比较不能在地化 甚至于它只能支援英文 我跟你讲 台湾消费者是不会买单的 那周边的配备 有没有办法一起去做联网 去互动 我觉得这个才是 消费者会比较关心的 台湾成为Google中文化智慧音箱 落地开卖首战 中文声控市场正要起飞 各家业者积极强劲 新大提示王冠林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红博社》 《红博社》 《LV母公司加码收购地服名》 成交价162亿美元 创始上最高奢侈品并购规模 金融时报 欧洲四大投资银行三年来变现美股 求避险会出达2800亿美元 华尔街日报 美国标普500大企业Q3资本支出不到1% 企业扩张意愿转趋保守 日本经济新闻 脸书与KTDI联手开发5G服务 普及AR技术 随着全球对节能环保的重视 建材也吹起环保风 还要结合建筑美学 除了传统的烤漆板 不锈钢板等常见的金属建材 国外还研发了一种新材料 氧化铝合金板 可以适用3D曲面造型 而且通过欧盟的认证 因此台湾钢铁大厂 特别导入台湾 提供建筑设计 多了一个新选择 台湾建筑吹起了美学风 还搭上绿建材趋势 钢铁大厂采用氧化铝合金的绿建材 打造厂办 成为屏东新地标 根据资料显示 全球绿建筑材料市场 预估2020年达2550亿美元 复合成长率约12% 在欧美国家许多银行 饭店 甚至亚洲部分国家的车站 厂房及公共建设 都能看到相关应用 台湾的建筑美学 其实也是一直在提升 氧化铝合金的话 它最大的特色 它可以搭配业主的需求 去客制化 比如说你想要做食材的纹路 或是说木材的纹路 又符合环保标准 在台湾 较普片的金属建材 为传统烤漆版 也就是常见的铁皮屋 其次为不锈钢钢板 以及价位较高的氧化铝合金板 传统烤漆版与不锈钢钢板 因受限于材质 造型及工法较单一 前者使用年限约10年内 后者约20年内 色彩也会随着时间褪色 相对来说 氧化铝合金板 能适用于3D多曲度造型 耐厚性达40年 因颜色金特殊光学烤漆处理 不易褪色 纹路多元 并通过欧盟11项协会标章认证 目前台湾的产业的话 如果大家这个技术 这个可能5年10年 可能都还没办法 可以来提升我们台湾的建筑美学 还有那个环保科技的一些需求 然后引领我们台湾的一些产业 可以也一起来提升 我们的环保建材 业者表示 铝合金在生产过程中 因每项金属元素融点都不一样 稳定度及相关技术有一定门槛 希望借由导入国外研发的新材料 帮助台湾建筑设计 也引领台湾钢铁业 加速创造MIT的环保建材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李晶晶 台湾屏东报导 但您看到明天11月27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10月个人所得支出 韩国公布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国发会公布10月份景气灯号 以及第28届台湾金屏奖颁奖典礼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